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国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听众 2024的大选已经落幕了 未来四年台湾的政局才刚刚要重启 那么民进党未来要如何阻隔 以及面对新国会三党不过半 嘲笑也大的局面都备受关注 但今天我们要从两个在野阵营的角度出发 我们邀请中国文化大学新闻学系教授 同时也是新媒体与传播研究中心的主任 庄博仲 我们请庄老师为大家解析 在野阵营的阴影之道 老师早安 早 主持人四平兄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荣幸 是 谢谢老师 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首先我想请教老师 国民党在总统大选当中落败 根据您的观察 最主要是在选战的过程里面 他轻忽了哪些面向 或者是他做了哪些错误的决策 是的 当然在我评论之前 有一点我还是要肯定 不管德胜的赖清德阵营 位居第三的柯文的阵营 或侯友阵营 三方的辅选干部 不管从上到下 他的职集油炸到小 大家都努力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好批评的 第二个呢 这个毕竟我们是事后检讨 有点事后诸葛 但是我们还是以成败陆英雄 来做一个讨论 第一点我认为 主要是对于蓝白河的过度期望 那虚耗了整整半年的光阴 我想主持人志平兄有记得吗 是 这个民进党的赖清德 跟萧美琴的赖萧沛 早就有决定了 等于是以疫代劳 好征以下的等待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挑战 可是国民党一方面呢 这个前半段 去年的上半年 浪费了不少时间 在于要不要把郭台银纳进来 这虚耗了好几个月 那过了暑假之后呢 郭台银独立参选已成明显态势 那么过了秋天之后就展开联署了 那国民党方面又寄望蓝白河 因为数学嘛 这个跟三角形一样嘛 两个 任两边的河一定大于一边嘛 那国民党过度寄望蓝白河 导致于最后蓝白河破局 那么在11月24号那天 才决定要独立参选 那也找了这个 赵浩康来当副总统候选人 那投入选战 那离1月13号的投票严格来讲只有6个礼拜 那对手是一意待劳 你只有这个6个礼拜可以打拼 自然而然就会落雨下风 这是第一点在策略变 是 这过度的期望蓝白河 第二点呢 当然这个国民党的最佳蓝主义 侯友宜 也不是说他不是最强人选 因为现阶段好像也找不到比他更强了 但坏在就坏在他过去的人设 呵呵这事 那因为他过去担生过13年的新北市副市长 还有后来选了两次新北市长 基本上还是走一个技术官僚的路线 那对于蓝绿这些政治议题呢 都是属于比较边缘人 那比较强调这个中立 那当然这有好又坏了 好的话市政推动容易 但坏的话呢 很容易啊 跟党的核心路线划清界线 比如说我们这个前年啊 前年的九合一选举啊 2022 当时有搭配四大公投嘛 那很明显他就表示啊 这个非常中立啊 对于这种政治议题啊 这个核四议题啊 藻礁啊 莱猪啊这些啊 都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特别关心 那在更少之前的2000年 2020中总大选韩国瑜方面代表国民党参选 那侯友宜也没有足够的给他支援 所以这都是变成一个记录 导致于虽然他批挂上阵 那过去这笔账啊 也没有好好的这个解清楚 那最后投票结果 虽然他也获得了自己该有的选票 但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的这个政党票部分区方面啊 足够比他个人的选票多数快60万 所以表示啊民众对于国民党的期待 跟对侯友的期待还是有不一样 导致于侯友得票 这个输给这个政党票 那第三个理由呢 就是在于国民党毕竟是一个 曾经被诟病过 被抨击过政党 虽然他已经下野八年了 没有当执政党 但是呢 当他们的这个民代啊 在痛批民进党的时候 黑金啊 那弊案啊 这个绿人关系弊案的时候 国民党多少有后座力 民进党固然是现在进行事 到国民党是过去完成事 但也不是白纸一张啦 真的要批评黑金 那个弊案 他自己有一些底细 所以有些年轻人 对于这样的一个印象 还深恶痛绝 所以综合了这个选举策略 还有候选人 还有整个党的形象方面啊 这次会落败也不意外 不过基本上 我认为是平盘开出啦 因为民调本来就第二嘛 最后开出第二啊 并没有说什么老三便当啦 猴老三这种情形 所以算是平盘开出啦 是的 老师啊 那虽然国民党啊 在总统选举中落败 刚刚你也提到 他的立委选情还是不错啊 多了60万票 我们如果看票数来看的话 上一届国会是35席 这是国民党 那这一届一口气增加到52席 如果说再加上这两席的友军的话 其实至少是到54席 那这个数字让国民党越居成为 国会的第一大党 老师 我们可以说 国民党能放松心情了吗 在国会里 上一届是到今年的1月31号结束 那新的一阵是2月1号 上宣誓就职 那上一届应该是35加3啦 因为还包含三席那个比较友善的 对 有我的这个 五党级 所以应该是38 这次是52加24 那明显增加了这个16席 那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进账啊 进步了不少 所以说我也想说国民党考上第二次院啦 第一次院就是总统赢 立法院也多数 那第二次院则是总统没有赢 但立法院才多数 所以应该也算考上第二次院 可以至少不会很丢脸 但是呢 虽然国民党目前是立法院最大党 终究没有过半啦 那过半是应该是 13除12 对 所以应该是 57席 应该57席啦 所以因为目前就算 加上有党52加2是54嘛 至少要争取三席过来 才有办法过半 那当然这样就让民众党啊 有这个政治资本可以来含假 所以这个国民党还是要游行的地方 虽然他是第一大党 但是呢 还是呢 必须这个步步为营 没有乐观的本钱 是 要高兴也只能高兴一个晚上而已 啊 好 呃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志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中国文化大学新闻学系的教授 同时呢 他也是新媒体与传播研究中心的主任 庄伯仲 我们请庄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看一看 是 从在野的这个阵营的出发 看一看啊 其实在国会的选举里面 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观察的重点 那么老师 你刚刚说啊 这个其实只能放松心情一天啊 那选前我们看到蓝白河的破局 让很多的支持群众啊 真的是扼腕啊 那过去就算了吧 过去就过去了 但接下来在立法院 蓝白在谈合作的本钱是什么 有空间吗 因为如果赵老师刚刚所说 那势必非合不可呀 那他们合作有空间吗 是的 这个数学容易啊 一加一 这个必然还是大于一嘛 对不对 一加一等于大于一嘛 那如果国民党能够跟民众的合作 一定会大于民进党 但是团局最重要 团局又最困难 因为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政治利益 各有考量嘛 所以当时蓝白会破绝不意外 因为这就像两党联姻一样啊 蓝白联姻啊 要结婚一样 那这一方有意愿是合不来的 所以未来啊 这个国民党 必然必须 不可能跟民进党合作 那必然是跟民众的合作 可信力比较高 所以这一考验啊 新的一个会期 国民党的这个党团的召集人 要怎么操作 那当然我也感觉要隐忧啦 我想志平兄也知道 这次国民党 大量的进仗吧 有不少年轻司议员都 这个选上立委 那这司议员毕竟没有在中央啊 这个挤了国会问证经验 那不知道怎么折冲玉衡 或做政党之间的合作跟斗争 所以必须要有老司机来引入 那当然过去民进党 有一个这个 柯建敏经常被诟病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 确实有折冲玉衡的手腕 那国民党这么多新人进来 能不能在立法院 这个打出自己一片天啊 我想一定要好好做行政训练 否则无法立即投入立法院的议事 特别是520之后 这个新政府才会就职嘛 新总统跟新的内阁 那我们新的国会 还会监督旧的政府 至少将近有三个月 那后事如何呢 值得进一步观察 后事如何值得进一步观察 但是老师啊 那个盛选的那 就是民进党盛选的那天晚上啊 这礼拜六晚上 结果这个国民党的发言人 林涛他却就是开炮了 他说啊这个黄珊珊啊 就是民众党的黄珊珊 他拿假民调来欺骗选民 导致蓝白河的破局 那这会不会是 未来蓝白谈合作的绊脚石 因为连黄珊珊都说 那不是要合作吗 合作怎么还可以骂人 所以这个我们是不是看到 这个支持的群众 可能很担心求破脸 对不对 是的 当然民众党被质疑用假民调来操纵选举 被质疑不止一次 但是我无法回答 这是单纯民调做不准 还是故意操纵假民调 这个只有民众党自己人心里有数 那第一次被质疑是 11月17号 蓝白河的一个民调评理会议 当时民众党就主张啊 在采纳民调方面啊 要把一些他们认为用传统室内电话 还有网路加减讯制作民调 这个排除在外 不过后来发觉啊 他们自己内参的这求生民调是最不准的啊 所以遭到这个被质疑的那些民调公司的反批啦 那再一次就是投票前啊 这个民众党的内参民调啊 屡屡啊揭落啊 民众党才是第二名 那国民党是老三啊 吃老三便当猴老三 那市投出来之后呢 这个国民党还比 这个民众党多了7%多 也就是说过去啊 这个民众党常呛啊 国民党修理国民党说 让6%你也不会赢啊 现在反过来是国民党有资格比较大升 当然这个过去能够 有这样的一个纪录 必然会受到检验啦 但是我如果刚刚所讲 到底是假民调还是单纯民调不准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由他们继续回答 那不管怎么样 如果要合作的话 当然是要近视前嫌 但是民众党方面要给个说法 那我记得在1月13号晚上 民众党召开拜选记者会的时候 就有记者问柯文哲这个民调的问题 因为柯文哲主席在选前 也非常巴契的讲啊 这个他会选前两个礼拜 他会讲说 会把每一笔选举民调都记录下来 选后要足以检验 看到底谁没穿裤子 甚至还放话 要把这个假民调赶出台湾 结果后来 这个大家都把这个矛头指向民众党 到底是你们民调有没有问题 那柯文哲当时也是闪躲一队 也没有回答很清楚 就是说他会回去制表好好检讨 那目前就没有下文 所以过去的种种一定会被检验 要在近视前显的前提之下 如果要近视前显 必然要给个说法 不然国民党三不五十就会拿这个来修理 民众党 比如说日后可能有一些 必须用民调来决定的一个合作的一个 议题的话 可能国民党就会做到机会啊 来修理民众党 民众党就不好辩驳了 对也就是说柯文哲至少要给一个说法啊 这个说法 不但是对双方党的双方是有交代 同时我想也是很多的选民想要知道的一些真相 如果说这个一直不公布的话 我想很多选民 接下来会不会对这个民众党也开始有一些怀疑啊 而且不止这个国内的学界啊 跟业界 特别是跟民调有关的学者跟公司 也要给他们这个说法 因为他先前讲的下不准嘛 只有自己准 那这些民调公司都磨刀祸祸祸啊 所以一定要给个说法 是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中国文化大学新闻学习的教授 同时也是新媒体与传播研究中心的主任 庄博仲 我们请庄老师在节目中啊 为大家分析啊 我们从这个 特别是从在野阵营的角度出发 看看未来在国会里面 蓝白合作的可能性又有多少 所以老师 那民众党啊 他可以跟国民党合作 当然他也可以跟民进党去合作 国民党谁啊 是可以扮演重启蓝白合作大门的推手 您觉得哪一位最可以有这样的力量 还有他要做些什么才可以推开大门呢 是的 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刚刚所讲嘛 立法院113席过半要57席嘛 那国民党目前52 加两个友善的无党级 也至于是40席而已 至少还要拉三票过来 那这三席也只能找民众党要嘛 那当然对民众来讲 他是左右逢源 他会累积自己的政治资本 可以选择跟民进党合作 也可以选择跟国民党合作 但是我也必须提醒民众党一点 因为基本上他是吸纳了 下架民进党的选票 那才能够拼出一个第三的局面 那如果他选择跟民进党合作 也就是所谓绿白合呢 他们过去的选民会不会吃这一套 这对民众来讲会是很大的考验 因为今天你如果是绿白合了 那你过去召唤那些支持者 恐怕会认为你这个政治诚信会有问题啊 因为他们是冲着要下架民进党才支持你的 那如果支持国民党的话呢 显然又只能扮演副手 所以一方面来讲 虽然民众党可以左右逢源 谋取自己最大资本 但是也知道 要知道不能选错边压错保 那就国民党来讲呢 当然啦 如果说谁当立法院院长 比较跟民众党 比较能够有这个对话沟通的基础 那按照目前的舆论 应该还是韩国瑜 因为他跟这个柯文哲过去在 在柯文哲担任市长的时候呢 韩国瑜是台北农产公司的总经理 双方有这个合作的这个经验 而且彼此也未曾过口出二言 但是不要忘了哦 民众党里面有一些不分阅委员 像黄国昌 还有陈昭芝 也是看韩国很不顺眼 所以是不是能顺利合作 就不知道了 所以有可能未来 我们立法院龙头是绿白盒 这个几率比较小一点 南白盒几率比较高 也有可能三党各推一个 最后就硬碰硬来投票了 所以这个有再进一步观察 会不会 其实绿营早就已经算计着 要跟白盈合作 然后呢就利用说 好那我们就请这个白盈的 这个人士来入阁吧 我们用这个来当交换的筹码 来实现让这个游锡坤 可以继续担任立法院的院长 您觉得这样可能性大不大 不无可能 但几率是比较低 因为毕竟如果刚刚所讲 民众党必须吸纳 要下架民进党 对既有的民进党执政 不板的选民而成立的 那如果说你未来都跟 过去的那个什么 台湾团结联盟 或者时代一样扮演侧义的话 相信它的政党的诚信 一定会大打折扣 所以有可能是在少数一些议题 这个配合一下民进党 但基本上还是要走自一路 因为台湾有太多的 这个第三势力玩到最后挂掉 就是半年车翼 像过去的新党 清兵党 时代力量 台湾团结联盟 后来都灰飞湮灭 所以这一点 这个民众党也必须谨慎思考 是的 好 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来看看 再回到国民党里面来看好了 国民党在选后其实出现一些声音 因为是败选 所以有一些年轻的支持者 是要求说 党主席朱立伦要辞职来负责 您如何看待这些声音 那国民党处理这个问题 还有哪些因素要考量呢 其实这样的一个声音 在民进党跟民众好像都有 民进党方面当然认为说 这个不是衰败有荣 叫衰胜不荣 选得不好看 立法院丢失带上席位 所以也被检讨 那民众党方面也认为 这个不是宣称第二吗 怎么投出来第三 认为欺骗支持者 那国民党方面也有不少的 检讨声音 但基本上 这些人并不是国民党要脚 就是甚至有些人名字 也听都没听过 是比较边缘人的 并不是有政治实力的 这个大咖政治人物 那另外一方面呢 朱立伦最后的选举结果 也算第二支援算及格 还有第三这个基本上 那些国民党目前党内的大咖 也都偏向于巩固领导中心 那通常都会以这个国民党 是个多元的政党 党内啊 这个不同声音是很正常 来面对这回事 所以估计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冲击 是 那民众党在议题操作的时候 很受年轻选民的这个青睐 那国民党在这个部分 他们未来可以怎么学习 当然国民党给他一个 这个非常有成就气息的 老年政党的感觉 但是我必须讲一句话 国民党不是没有年轻人 因为我去 曾经到那个侯友宇办公室 开会社会 发学的年轻人也很多 不过他们年轻人都是担任 继承干部啦 或忠诚的 不像民众党 或是这个民进党一样 可以主导决策 那甚至国民党过去有一些 样板的什么青年团团长啊 青年中常委 但流于点缀啊 所以国民党当然也要痛定失痛了 那或许这一次的败选 有助于促进国民党新陈代谢 所以我就觉得不妨乐观离对了 好的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评非常荣幸 能够为您邀访到 中国文化大学新闻学系的教授 同时也是新媒体 与传播研究中心的主任 庄伯仲 我们请庄老师为大家 从在野的阵营的这个角度出发 看一看选后的一些情势啊 到底要怎么样去观察 我们也非常谢谢老师您的分享 老师辛苦了 谢谢 谢谢自评 也谢谢各位听众 早安 早安 爆马仔 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关注 其他的重要新闻 在选后大家很关注 就是说好 那台湾的新总统产生了 接下来的美中台三方关系会如何呢 正好今天的外电有一则报道 就是说美中双方的去年11月的旧金山 举行拜席会之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在瑞士 他说了他说美中领导人之间的互动 无可替代啊 特别是在处理对中国关系的时候 未来一年会看到更多这样的互动 可以使美中竞争不置偏离为冲突 好这是我们看到选后大家很关注的话题 另外啊 另外最近台北股市的变化实在非常非常大 那么这个台积电啊 在台北股市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台积电呢 将会扩大在高雄的投资布局 他昨天在法说会跟媒体的这个交流会当中啊 主动透露了决定在高雄增建第三座12寸金元厂 并且切入2奈米先进制程 至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这个 二厂的投资案了 两场两个厂的投资案 这要是客户的需求跟美国政府补贴再做定夺 这是台积电的动向 相信今天也会在这个股市当中有一点点发酵的议题啊 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这瓶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礼拜五 祝您有愉快的周末 咱们就下周一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